男子头戴鸭蛇帽穿着黑衣黑裤 一进到超商就到柜台排队 先是若无其事的看手机 又骚头左顾右盼 之后拿出纸钞跟店员说要买电话卡 接着走到超商外头 他是不是打工的电话 对 没错 这个月24号 华航空服发动罢工当天 黄西男子在总统专机起飞前半个小时 打电话恐吓说专机上有炸弹 之后立刻挂上电话 开着白色宾室车离开现场 国安局赶紧检查专机 确认没有任何爆裂物后 证实虚警一场检警调跃通联记录 查出这种画面中 这名男子拨打恐吓电话 而且身份还是一名华航资深空手 43岁黄姓空服员有伤害妨碍自由前科 一次为了表达空服员工作很辛苦 居然打恐吓电话恶作剧 依公共危险罪和违反民用航空法移送 并限制住居 黄姓男子到案后 始终都保持不配合的态度 在他的皮夹里 搜出购买电话IC卡的发票 以及电话IC卡 国内首次空服员罢工事件 身为工会成员的黄姓男子落网后 虽然向警方共称 说是为了表达空服员工作很辛苦 但熟悉黄姓嫌犯的空服员私下透露 说他是一天进出几百万的股票大户 在华航工作只是为了免费机票而已 可能是个性偏激 加上罢工事件 一时想不开 做出啥事 记者线问上张若宇 SN首组 新北市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